大家好 今次是第一次跟大家開養和開名去做這個Youtube的影片 為什麼之前都沒有開養開名呢 就是一直都有很多個人的尊嚴、面子的擔憂 因為是第一次面向觀眾 始終很擔心會不會做得不好啊 會不會做得好語被人笑啊 但接下來2021年很想去認真去run這個channel 因為很想把我自己的理財、投資的想法 甚至是個人人生上的思考的想法 都想帶給觀眾的 接下來這個channel會講很多關於理財和投資的概念、思維和知識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正在讀大學的你們 一些剛剛畢業了的人 甚至乎是30歲、30多歲未有投資經驗 或者仍然是投資初歌的人 可以去多點投資的 的確我認為自己真的不是一個投資上面 賺得最多錢的人 亦都不是一個投資經驗上面最多的人 但我很希望我這個channel 是可以為你們成為一個投資上面 一個最有趣、最容易去學習到投資的一個channel 甚至乎是可以令到你們愛上投資理財這個事情 事不宜遲啦 那今天就很想跟大家去講 四個你們2021年必須必須去嘗試的理財投資方法 開始之前都想大家幫幫忙subscribe我的channel 2021年的1月份 希望有300個subscribers 這是我的目標 你們subscribe的行為是我拍片最大的動力 那我們開始去片啦 爭爭 第一個建議大家去做的投資就是存款 那適合什麼人呢? 就是適合一些從來都沒試過做理財投資的人 那定義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如果你們這些人都只會把賺了錢放到銀行 然後又沒試過拿出來其他地方 滾帶它 沒試過把這筆錢產生利息去增加你的財富的話 你就是這種從來都沒試過做投資理財的人 那這個方法就很適合你去 kickstart 去嘗試你投資的第一步 那這個存款其實是有兩種的 第一種就是傳統的定期存款 而另一種就是活期存款 那定期存款主要就是發生在一些傳統的銀行上面 那有四樣東西呢 大家去做這個定期存款的時候 就一定要看清楚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這個年利率 第二樣東西就是一個最低的存款額 第三樣東西就是一個存款期 第四樣東西就是貨幣 即是 currency 那為什麼這個那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魔鬼呢 常常盡在細節中的 其實很多時候如果你看到這個表底下 你看到年利率很高 6% 但是你要看看 其實最低的存款額是要10萬元的 而且它還要是人民幣 而不是港幣 所以就算6%是很高 但是它要10萬元的最低的基本額 以及人民幣的 currency 還要是存款額 存款期只有7天 7的意思就是 我們是7天的6% 而不是6% 是for一年的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放18元 最後你只要放18元 最後你只要放18元 所以其實一般的 傳統的定期存款 其實都不是很吸引 而第二種末期的存款 其實它們就是發生在虛擬銀行上 是會比較多的 而虛擬銀行呢 其實它們是在做不同的利息 一般都是約1% 甚至是約2% 例如這個天星銀行有5% 但是呢 其實是要 第一是開戶六個月內 第二是要有200元的存款額 所以很多很多細節 大家也要去看清楚 那這個方法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就是很適合一些初歌 去踏出它們投資的第一步 令它們有一個sense of 投資的感覺是怎樣 當它們知道 放一筆錢下去 原來可能三個月之後 會拿到一點點的 additional的金額 是賺了回來的 那這個感覺呢 是令到你會 對投資有動力 是有motivation 也都令到你知道整件事的操作 令到之後你去買股票 去買其他下一步的投資的時候 就更加得心應手 但是壞處是什麼呢 或者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收益是太低了 因為其實第一 如果你是一些比較短期的 可能三個月或一個月的話 其實你的利息不會非常高 可能都是1% 或者是0.5% 其實真的是時間 opportunity cost 浪費了 所以如果你是認識投資的人的話 99.99% 都是不會做存款的投資方法的 但是如果你是初高的話 我就極力建議你去試一下 其實我自己第一次做理財投資 都是從存款開始的 那時候我去匯方銀行 我覺得我放了約10萬港幣 包進去做三個月的定期的投資 定期存款 之後我記得當時的息口是約2%左右 然後完了之後 其實也不差 也有約幾百元的港幣收入 那時候我當時很有motivation 覺得我真的放了一筆錢 然後幾個月之後 拿回一部分的收益 其實是很鼓勵我 就是我去不斷學習理財投資的動力 但是之後我再renew plan 那時候息口大跌 跌到約0.7%三個月 那時候我真的有點生氣 把心在橫心想 我time cost 所以我排隊的時間 都輸了給他 那時候我拿了錢出來 然後就說 好吧 那我去投資 這就成為了我 為什麼之後 不斷不斷學其他東西的動力 第二個我建議大家去做的 理財投資方法 就是去買ETF ETF就是Exchange Trade Funds 簡單來說是一個基金 裡面又買了一籃子不同的股票 可能有幾十隻 可能有幾百隻 而其實最主要有兩類型的ETF 第一類型就是去買同一個行業 同一個產業的股票 而第二種ETF就是去追蹤著一個指數 就是追蹤著恆生指數 追蹤著美國的納斯達指數等等 如果你想買恆生指數 那你就會買 盈富基金 然後想買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 你就會去買QQQ的ETF 我舉個例子 其實QQQ是包含了什麼呢 其實QQ是包含了一系列 納斯達克指數裡面的公司 包含了Apple、Microsoft、Tesla、Amazon、Facebook、Google等等 其實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買這個ETF 就等於買了這幾十隻 這100隻的股票 好處就是 你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明天突然之間Tesla 倒閉的話 如果你想買Tesla 你就會嘩輸身價 但如果你買了ETF 其實Tesla只佔了ETF上面 一個小的部分 還未足以令整個ETF 會倒閉到你輸身價 所以整體上你的風險就會大大地降低 所以好處就是 風險降低 亦都很適合長線持有 但不好處是什麼呢 不好處就是 因為你所說 因為它是一個男子 不同的股票裡面 變相就是 如果Tesla爆升的話 其實你買Tesla 不是買一隻Tesla 你是買 可能是買8% 6% Tesla的股份 在ETF裡面 所以Tesla爆升 其實你的ETF也不一定會爆升 可能也會升少少少少 所以你的升幅 就未必會這麼大 所以這就是一個 沒有這麼好的地方 但其實大家也不需要那麼氣餒 我舉個例子 例如QQ 這個追蹤著納斯達克指手的ETF 其實如果你拉長 拉過去20年來看 其實這個QQ 每一年的增幅是有9% 9%代表什麼呢 就是你去買投資所說 去買存款的 可能你一年只有1% 2%已經很厲害了 那9%代表什麼呢 9%代表 如果你保持這隻股票 保持這隻ETF 保持10年的話 你的資產 就已經可以回到2.36倍了 就是你買10萬元 這個QQ的ETF 你10年之後 你就會變成 有23萬6千元的財富 其實這個是非常好的思維 因為你幻想一下 你什麼都不用看 只是買這隻ETF 然後就直接買了 一男子最高級的公司 然後10年之後 就把你的錢回到雙倍 其實這是一個超級超級超級 極力建議的一個投資方法 那這個ETF 是適合什麼人呢 適合投資的初歌 適合對自己眼光未必很有信心的人 適合一些很喜歡長線持有資產的人 適合一些很曝光的時間 逐一隻股票去研究去看的人 那ETF 就會是我極力建議去買的一個資產 而第三樣建議大家一定要做的投資 就是去買個別的股票 即是個股 我認為有一個條件 就必須要去 fulfill 就是你必須要對這隻股票有充分的理解 那一點為止 充分的理解就是 如果我問你阿里巴巴是做什麼的 你可以連續用5分鐘時間 去阿里巴巴做什麼 阿里巴巴的團隊是什麼 阿里巴巴的營運模式是什麼 阿里巴巴的營利是來自哪裡的 它的業務的範疇是來自哪裡的 它在海外 它在國內 其實它的業務的佔比是看到的 如果你可以連續5分鐘降 水蛇槍都不斷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有足夠的了解了 那你就可以去買了 而第二邊商就是 有這個足夠的了解 同時間是幫你營造一個 堅固的信念網這個公司 那即使這個公司急跌的時候 你也有足夠的信念 因為這個公司其實它還是有潛力 它的基本盤是沒有變過 它仍然是有盈利的可能性 那這都是幫到你心態上調整的 而買個別股票的好處呢 其實就是可以瞎瞎你的眼光 同時也是一個很有機會 可以賺大錢的機會 因為如果你想想 你撥中Tesla 或你撥中之前的騰訊 其實你賺的錢是可以用倍去計的 那如果壞處是什麼呢 壞處就是你的風險相對較大 要比起ETF或者比起存款 因為例如一隻股票 可能 例如阿里巴巴這樣 就是因為壟斷法 而現在被中國定庫打壓的話 突然之間急劫十幾% 那你幻想到 你買股票是突然跌十幾% 你心理上可不可以承受到 一日之內跌十幾%的風險和壓力呢 這就是一個最大最大的難關 最大最大的挑戰 所以如果你承受不了的話 我就建議你不要買個股 而去買其他東西 但是如果你對自己的眼光是有信心 你亦都想去敲眼光 亦都想去賺大錢 去用以賠計的話 那我就建議你去買個股了 未買過股票的人呢 我就建議你可以試試用複雜鈕 因為我自己也是用複雜鈕去買 複雜鈕的功能裡面 就非常齊全了 那它可以買到基金 它可以買到股票 它可以買到股票 它的入錢的手足都很方便 但minimum要一萬元的Deposit 那它開戶上面都很方便 那也是全香港的Market Leader 所以我建議你用複雜鈕去試試做一個投資 而第四樣 我建議你大家去2021年 必定不可以錯過的投資 就是比特幣 那為什麼呢 比特幣最近都炒得非常非常熱 從2020年的低位 其實是約五、六千元 六、七千元 現在已經去到兩萬多元 即是三倍了 那除了你問比特幣是什麼呢 或者比特幣為什麼要投資呢 我覺得 以前可能比特幣是一個騙局 但其實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大公司 例如PayPal 例如Square 最近都很熱的Fintech company Square 很多上市的公司都已經開始接納 去參與 甚至乎買很多比特幣 作為投資 作為他們戰略性的規劃 所以現在比特幣的監管 以及比特幣的發展 已經越來越受到大眾 和主流的機構去認可和接受 而另外其實隨著 美國的量化寬鬆不斷印錢 引到2024年 其實大家拿著Cash 只會越來越貶值 而大家就會不斷不斷去找一些另類投資 另類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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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你整體的總資產 價值會不變 或者是有上升 那大家可能會 為什麼股票會急升呢 會暴漲呢 就是因為美國不斷印銀子 令到錢 從Cash裡面 可能會放進股票裡 其實這個 當錢放進股票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分的錢會流進去比特幣 所以比特幣未來都是一個很大的賤名 而且比特幣由以前1718年的時候 就很多很多不同的scan 很多很多不同的 可能大家對科技 或者技術上還未成熟 所以那時候是炒作 但現在已經是越來越成熟 而且越來越多人去參與 也有越來越多的平台 越來越多的工具 可以令你更加容易去買 而我建議你買的方法 就是可以用ATM買 也可以用APP去買 而你在香港的話 最主要我會建議 ATM可以去 現在叫GenesisBlog 如果這個APP的話 建議你可以去 Binance 可以去 KickTrade 可以去 AAX Crypto.com 如果你想去一些實體店 的話 我建議你去Typebit 那些都是一些比較 我之前有試過買的交易所 一些平台 都是非常之可信的 那我剛才說的 2021年 四個一定不能錯過投資 其實呢 是給不同 投資經驗和水平的觀眾去參考的 如果你是從來都沒有去投資過的話 或者是理財的話 我建議你首先去試 做這個定存 去做這個Deposit 那你試完Deposit之後 我建議你可以去試 ETF 這個ETF是第二個階段 就是Basically 買了一個指數 買了恆生指數 黑白眼買了恆生指數 它就直接幫你買了一籃子 很多幾十隻的股票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安全 比較低風險的投資 那你買了ETF之後呢 我建議你可以 如果對自己眼光有信心 你就可以去買那些個別的股票 那你買完股票之後 你會知道整個交易上的流程 操作 什麼是市價盤 什麼是限價盤 怎樣買 怎樣賣 然後你就可以去試買比特幣 其實這個邏輯都好似 只不過你買那樣東西 不是股票 而是買一個Coin 那所以總結來說 這四個就是我建議大家 一定要去買的投資 如果大家有看影片 看到最後的話 那就是證明大家真的很喜歡我的頻道 和我的內容 那麻煩大家幫幫忙 去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2021年的1月份目標 就是希望有300個subscribers 那你們subscribe的行為 就是成為我拍片的最大的動力 那麻煩這些 記得還有comment、like和share 我們一齊斟責~~~